你的课很有意思 还好啦 我还有很多不会的地方 可以请教你吗 可以啊 你不是有我电话吗 我 吃饭 亲你 亲我吃饭 没问题啊 那我可以带我朋友来吗 当然 周晓 你陪来了 接你 这个是我的学生 任一阳 你好 这个是我的 老师再见 持刀行凶到底有什么完美的 你 不好意思啊 我没看录 你就没有要问我呢 没有 问什么 你和那个留学生 是不是留了电话 对啊 我们交换了电话号码的 方便提供汉语教学的售后服务 我以前都没有想到 我这么适合当老师 我要是以后小叔写不下去了的话 我就改行去当老师 然后 认识多久了 一个下午 我们认识了一个月 你才存了我的电话 所以嘞 所以我吃醋了 我吃醋了 这边可以真好啊 坐 别生气了 要不伸在他 啥 真这么小气啊 直接这样删掉人家 很没有礼貌的 影响国际情谊 你真让我删掉他号码 你要真的介意的话 那我就删掉吧 算了 算了 不用了 真的 那就好 我也就说说而已 这样不运无故 现在人家怪尴尬的 猪头 烦人 我从你这个错谈所里面找到灵感了 快 放开 放开 快 瞧我这天才的智商啊 这一章我就写 医学女主吃醋 避开药害捅了男朋友一百多刀 谢谢啊 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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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终于写完了 对一下正义的术语 回去再检查吧 别冲我了 周晓鸥 好 周晓鸥 周晓鸥 你干嘛 别检查了 晚上就完了 等一下 别再打扰我了 你干吗 张不周 我帮你保存 不用 张不周 你干吗生病啊 解开 还检查吗 我当然要检查了 还检不检查 不检查了 不检查了 你给我解开吧 我穿不过气了 你给我解决了 你不能再招待 电话响了 我听到了 那你快接 我听到了 我听到了